大S少女时期就出道 从唱跳歌手跨足综艺组织时 用一位精致的儿旦脸 被戏剧教母柴志平向众 在25岁演出流星花园 和F4严晨旭 周渔明 吴建豪 朱孝天搭档 结果红遍全亚洲 行云更是大开 和他合作的男主角 包括了天王刘德华 古天乐 谢霆锋 陈晓东 余文乐 彭于怨 张孝全 也为他的戏剧之路 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为什么还没看见他们 为什么 托我声声说什么未来未来 其实你根本就是害怕承诺 能托就托 暴说跟米虫一样 你自己嘞 你根本就是胆小鬼 不要再笑了 我把自己的猪蚊亲给你 我把自己的猪蚊亲给你 我的心从来没有跳得那么快过 虽然我遭遇过那种事情 但是我从来没有接过我 因为是你 所以我很安心 因为是你 所以我很期待 也因为永远存在 我才有勇气回到那个让我害怕的家 我才确定 我一定会为了你 好好珍惜我的心 说爱我 在我的耳边对我说 我已经真的太久忘了 这种心动 你往前走 不会偷看了 记忆的想念 爱转角遇见了谁 是否不让你流泪 将寂寞孤单作悲 让我来当你的身体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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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开我 你 你是谁 我是丧营公司的员工 他接他当电影演员之后 人生跟之前有什么不同 格局是有变大吗 好像有一点 因为他现在认识 他现在整个人变好随和 装的吗 我不知道 因为像我现在 如果遇到其他明星私下 就是还是会想说不知道聊什么 然后就是可能会 你好吗 然后就尴尬 然后就会自动飘开 可是他现在在后台 不管遇到什么明星 都可以跟他们聊好久 然后我说你怎么人变那么随和 他就说就是在外面闯久了 就觉得有什么好不随和的 你爱他吗 谁 你的朋友 你觉得 爱一个人 不是一直付出 不断地付出才对 我要去哪里 我要去白色彈的那里 他自己害的都是你害的 他自己害的 他自己害的 他是你们一直都是你 不要 不要 清热气的时候张孝娟非常害羞 对 他是到害羞到什么程度 就是满脸通红 那可能是热啊 尿酷 也许怕 就是会脸力更好吗 张大学你真的在害羞吗 会有点不好意思啊 为什么 因为怕自己太超过会不礼貌 所以请问你拍那种清热系 脸会通红 是因为大椅子的关系 还是你每一次拍都会这样 不好意思 我脸很容易红 所以跟任何女演员都会这样子 就是 对啊 所以如果在真实生活当中 圆交结果来的是徐熙园的话 心里会觉得赚到了吗 如果现实生活当中 你真的就是因为太无聊 然后圆交 你会希望门一开 看到大S还是小S 我还没回答 停了 你输了 这部戏之后 你跟谁比较熟 如果三个男生来讲的话 跟Eddie比较熟 因为他... 我觉得他不会害羞到什么程度 我之前就有跟导演讲好 拍所有清热系 我一定要清场 要不然我会觉得很紧张 然后拍到跟Eddie那一场的时候呢 他就是只穿一条四角裤 然后我们要准备动作之前 他就会在身上磨很多油 然后我就躺在那边已经准备好 他就会在那边这样弄一下... 然后他就说 好了 来啊 然后就在我耳边吼得很大声 然后我就跟那个导演 十一眼是说差不多该清场了 然后导演就说 好 清场喔 他就突然说 然后我就受不了说 你小声一点好不好 一点气氛都没有 千万不要发电话 如果你挂断了 如果你挂断了 我可能永远都打不住去了 东西在哪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我没有时间 胡说 你还年轻 原来就有想跟他合作 对啊 你看中他什么 有 有 有清热的戏 有 有清清戏 好像只有到 轻轻碰一下是不是 可是转头的时候 就只是唇碰唇嘛 并没有说真的怎么样 嗯 所以刘德华清起来怎么样 很苛口 不然咧 天暖暖包 你说把手伸进衣服里吗 嗯 那不是有触摸到你的肌肤 就是当然是要 里面还有卫生衣啦 就是把我的外套拉开来 然后帮我贴在背上 我妈也很怕冷耶 你要帮她贴一下 我现在打电话叫你妈来嘛 她在店上直接表演 现场表演 对 所以她当时把手伸进衣服里的时候 你不是 我去修红了脸啊 而且其实我背上已经贴了 但是我还不跟她说 还在贴 亲爱的 我一个人在家 好寂寞 好空虚 好冷 我好想你抱抱我 给我温暖 你的背弯 好强壮 洞王花竹之夜 欲藏尖刀刺死新郎 接着又刺死了新郎的父母 夺去三条人命 心肠狠毒 罪无可赦 今日判定 明日斩绝 你先死还是他先死 谁要先死 谁要先死 那也难说得好 这磨刀也太迟了吧 我记得我最近拍一个戏呢 就是跟杨子琼还有郑宇盛 还有余文乐等等 王歇齐老师 在拍 然后呢 他们准备了三台休息车 然后因为男女主角 呃 呃 他们在片场时间比较多 所以他们个人 就有自己的一台休息车 只有三个人有 只有两... 他们两个是固定的 然后第三台就变成 看哪一天谁开工 谁就可以共用那个休息车 然后通常都是 我一去的时候呢 我就会先把所有的东西 都塞到车子里 然后男生一上来看到 东西都被弄满了 他们就会自然的下去 然后我就是用那种烂招 把那个第三台车给包了 然后呢 就碰到余文乐先生呢 他就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 他就早上起来很困 化好妆 然后他就上来一看 都是东西 他就把他这样全部都在旁边 然后我就躺下來 然后我就上次一看 他躺了我的位置 然后我就只好把东西 都收走就下车 但我那时候很恨他 那妳跟王学琪演 妳有觉得很惊人吗 就是妳现场看到他演戏 蛮惊人的 因为他很敢...很敢演 然后他跟我說 演戏就不能怕人家笑 一定要做到极致 他说妳既然当了演员 不到极致就不好玩 我又欧 我不哭 我又欧 我不哭 我不哭 我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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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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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不用了 像你这样开车的人 我在院见多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很快就会在医院见面 百万巨鳄和车手 是他婚后两年 再度接演的电影 拍完这两部 他没日没夜的拍戏生涯 就宣告暂停了 后来儿子女儿出生 他更是坦言 虽然想演 但都没有遇上心动的剧本 其实我当时演戏演得正如日中天的时候 我是真的停不下来 我太爱演了 我觉得我成为妈妈之后 我还是可以演任何的角色 但是大部分来找演的角色 都是妈妈类的 或者是中年女性类的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 有一个邀约邀请我演王大陆的妈妈 当时我就觉得 王大陆是不是指小我 不到十岁或者四十五岁 一开始那个时候有点晴天霹雳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好好保养的话 我的外表还是可以跟没有生小孩之前一样 然后要演一个成熟的男生的妈妈 当时是满受创的 但是我是觉得满遗憾的就是 观众对于女演员有这样的限制 我希望慢慢的大家的心房可以比较打开 让我们当妈妈的演员的路可以比较宽广一点 大S的演技和口调虽然常被网友揶鱼 但观众就是爱看她连搞笑片都是拼命三娘的态度 认真演下去的模样 她当了妈以后 戏接的少 现在又进入了恋爱ing的状态 短期间内要再看她重返戏剧圈 恐怕还要再等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